原标题 拥有二十多万精锐部队,多尔滚有两次机会,为何都没有称帝? 对于多尔滚这个复杂的人物,目前存在各种说法。 多尔滚曾经担任了清朝的摄政盟,并且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大权。 但是,多尔滚始终没有能够成为皇帝。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,多尔滚具备成为皇帝的条件,但为何不敢往前迈出一步呢? 其实,多尔滚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。 如果自己贸然称帝,清朝内部很有可能爆发内战。 这样一来,清朝好不容易建立的局面,甚至可能土崩瓦解。 在努尔哈赤时期,多尔滚没有什么地位目前存在这个说法。 后金政权的创始人努尔哈赤,在弥留之际指定不到十四岁。 但多尔滚为自己的继承人,野心勃勃的皇帝集,为了自己的地位,联合其他贝勒,杀掉了所有的知情人。 自己成为了后金政权第二代大汉,这个说法看上去无懈可击,其实根本就站不住脚。 在后金政权建立的过程中,皇太极,戴善等人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在后金政权站稳脚跟以后,皇太极,戴善等四人,成为了四大贝勒。 当时的多尔滚没有任何功劳,努尔哈赤把位子传给多尔滚,这根本不可能。 即便努尔哈赤临死之前说胡话,真的选择多尔滚为继承人,从四大贝勒的实力来看,多尔滚也根本就坐不稳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多尔滚在努尔哈赤时期的地位。 当时,后金政权还没有什么亲王和郡王爵位,只有贝勒,就是俗称了贝勒爷。 按照规矩,贝勒分为了七主贝勒、执政贝勒和贤散贝勒三种。 黄太极等四大贝勒都是七主贝勒,就连多尔滚的弟弟多多也是七主贝勒,而多尔滚连执政贝勒都不算,只是一个贤散贝勒。 作为贤散贝勒,根本没有上任意识的资格。 努尔哈赤怎么可能把大魏传位才十四岁的贤散贝勒多尔滚呢? 而是此时的多尔滚,没有任何处理政事的能力。 因此,努尔哈赤在去世的时候,由于十分突然,他很有可能来不及指定继承人,这才给黄太极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,有机会成为皇帝。 但反对的声音太大在黄太极在位时起,多尔滚多次率领军队进攻明朝和朝鲜王国,立下了一些烈恶战功。 因此,多尔滚的地位迅速提高,黄太极对多尔滚非常的器重。 公元1643年,黄太极突然去世,刚刚建立的清朝出现了爆发内战的危险。 黄太极没有指定继承人,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,多尔滚与豪格出现了很大的矛盾。 豪格的身后有正黄旗和湘黄旗的支持,而多尔滚的身后,有正白旗和湘白旗。 起初,双方拒不让步,两白旗和两黄旗一度剑拔弩张,多尔滚曾经试图做皇帝,但阻力很大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多尔滚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,在黄太极年幼的儿子中,挑选合适的继承人,自己和湘蓝旗,这齐尔哈朗负责辅政,是与皇太极的大儿子豪格多,而滚以豪格出身太低为理由,拒绝承认继承人地位。 对于两黄旗来说,只要皇位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儿子,就足够保证自己的利益,不一定非是豪格继位。 就这样,双方各退一步,豪格丧失了继承人的资格。 在皇太极年幼的儿子中,最后选定了只有六岁的弗林,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。 其实,这仅仅是多尔滚的权宜之计,顺治皇帝上台以后,多尔滚通过各种方式,逼迫齐尔哈朗交出了所有的权力。 多尔滚掌握了清朝所有的大权,正是在这个时候,在明朝内部,出现了李自成攻入京师,崇祯皇帝自杀的情况。 对于多尔滚来说,这是清朝入关的天赐良机,清朝爆发内战,南明政权可能会卷土重来在公元1644年,出现了一些列的变数。 李自成进入京师没有多久,又被清朝军队击败,多尔滚带着顺治皇帝进入了紫禁城。 当时,局势还非常的混乱,农民起义军拥有很强的实力。 南方的那些明朝王爷们李方唱大我登场,清朝进入中原的楚漆,多尔滚屡次带兵途征。 虽然多尔滚还不是皇帝,在礼仪和吃穿用度,和顺治皇帝是一个规格。 但多尔滚不敢做皇帝,多尔滚如果成帝,清朝内部很有可能爆发内战,这样一来,南方的南明政权会卷土重来。 对于多尔滚来说,清朝的稳定比自己的皇位重要。 不过,多尔滚确实是做皇帝的野心,私底下在府衙中悄悄穿龙袍,多尔滚还不到四十岁,很有可能在窥视和等待。 等局势全面平定,南明被撤销消灭,多尔滚有可能取而代之。 此外,多尔滚没有儿子,这也是一个问题,即使自己做了皇帝,等自己去世以后,肯定会被清算。 由于各方面的问题,多尔滚迟迟下不了决心,就在多尔滚犹豫不定的时候,公元1650年,39岁的多尔滚突然去世。 多尔滚去世之后,已经忍耐那太久的顺治皇帝,终于掌握了十权,顺治皇帝对多尔滚的怨气很深,把多尔滚边施泄泛,同时清洗了多尔滚的所有亲信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多尔滚